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台湾股市这几天前两天跌了蛮惨的 跌破了一万三大关 今天好不容易好像回来一点点 因为美股的带动 不过就因为股市这样波动 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劳退基金 亏很大 亏了多少3204亿 台湾经济好不好 我们劳退基金接下来 会不会有可能有问题破产 我们言犹在尔记得 当时做梗图的时候 这个是在2019年 当时出正常院长的梗图 跟大家全国劳工报喜 政府刚刚用的劳保金 劳退基金帮你赚了一亿元 你看这个图多可爱 但是到现在赔3204亿的时候 在立法院再问到院长 他怎么回答 听听他的谈话 劳退基金呢 我们看数据到8月的时候呢 已经赔了3204亿 3204亿 国安基金的操盘者呢 居然讲说 别人恐惧啊 我贪婪啊 院长 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对的吗 以这样的操盘的时机来讲 让台湾人民当成 被割韭菜的 这样的人你还是要继续用 没关系 这个是你的决定 这个有他的道理 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的咨询 我们今天的咨询 院长 也不是亏那么多 院长就回答说 其实也不是亏那么多 3000多亿 也不是那么多 不过呢 院长后来就 下午就确定他确诊了 打完第四季高端之后确诊 所以重点就在于 为什么我们劳退基金 不是拿去做其他有利的投资 而去做股市的护盘呢 许明春 我们的劳动部长说 因为劳保的年改 过去曾经讲过 在2020年信誓旦旦 我们的部长说 他要推动劳工的劳保年金改革 如果一定要硕及既往 不做到 丢掉了乌纱帽 他也要做 结果两年过去了 有改革吗 有什么任何的改变吗 我们继续亏钱 但是2024以后 就不关他的事了吗 高嘉宇委员 他做了一个评估分析 他认为50年之后 劳动基金的累积余额会升多少 不是有赚钱 是-71.4兆赔钱 而且赔得这么惨 而财经学者说 劳动基金的亏损是因为政府 帮股市护盘 为了国庆之后的护盘 但不是帮劳工去想办法找更大的获利 根本交代不过去 而无薪假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前日子被炒作 这个疫情开始解封了 是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无薪假的人数又悄悄回升 增加到了1719人 其中旅行设占了1195人 那么这个劳动部长讲得很好听 他说现在叫做工大于需的市场 这个饭店服务业服务业是不缺人的 但为什么所有的服务业 饭店业就跳起来 要跟政府抗议说 要希望开放外籍的房务人员 或者是劳工进到台湾来 因为他以为饭店服务人员 他只是低薪而已 只是工大于求 他有训练的问题 人要找PT part time 都没有那么容易 有个训练的基本的条件 而国外的劳工 其实可以补这样的缺口 旅館工会理事长就说 不可能公过于求 部长搞不清楚状况 台湾人是不愿意做房务员工作 而且训练其实有时间的训练 现在一离开流失 是没有那么快可以找回来的 所以才会集体的 跟劳动部请愿 希望让外劳可以进来 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那我们的总统 现在在四华年会的开幕当中讲 10月13号边境解封了 鼓励海外的世界华人 来台拼观光 拼经济 还有我们到机场去开解封的时候 我们的指挥官不是跑去 就是欢迎游客吗 但是最基本的缺工都没有解决 我们的很多观光问题 缺工问题 还有整个经济策略的问题 没有策略好吗 所以所有的业者 只有苦哈哈的刺在等 蔡政府所谓的媒体优势 随时都在澄清 他们认为有利的讯息 不利的讯息 由他们来定标准 比方说这个网路上流传 蔡总统没有读稿机 就只会呃呃的这个影片 最后就立刻就有澄清的系统 帮他去澄清说 这个是有这个影像跟声音 是不同记者会 是不对诡的 那么网友就说 连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影片 他都要澄清 那读稿当机 被酸左顾右盼等等的 包括过去堂帝 什么重建帝国 或者是跟赖副总统 在生日间大打出手 反正只要有 不管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的讯息 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管道 可以去做澄清 但是如果是反过来 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比方说华士 他的共军导弹 席台这种新闻 跑马大家记得吗 连续的出包 最后不罚 不罚啦 说是因为没有犯意啦 然后只有绿色的人 告人才会赢 才会查吗 包括新闻出现共犯集团 四个字彩虹线 所以沈卫红马上去 据证据去信函 去告两家媒体 但是过去讲过 共犯集团的这个对手 这样的形容词得多的是 苏贞昌站台讲 兰伟是共犯集团 共犯集团 中火 国民党是共犯集团等等 但是这些好像就没事 标准也真的是差很多 朱大 我觉得很妙 别人恐惧我贪婪 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句 别人赚钱我投胎 你知道别人恐惧我贪婪的意思 它真的意思是逢低买进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 我分成两个部分解释 一万三千点算什么低 你有没有看过 台湾股市真低的时候 一万三千点算低吗 第二个就全世界趋势 鬼也知道一万三千点不是最低 结果你硬是要互盘 这个别人互盘我当盘 你在互盘的时候 知道自己整个劳退基金被当盘子吗 你不停的互 外资不停的逃 他把你的劳退基金都带走了 然后你觉得很骄傲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那个互盘的国安基金 花的是你我的退休金吗 那互盘了 结果盘还往下一直掉 那这个东西谁开心 亏掉了 外资开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现在想什么 但还要再说的就是 请大家仔细想 台湾的相关辟谣跟事实查核中心 已经变成党的查核中心 什么叫党的查核中心 记不记得以前 那个搞那个都市计划 叫陈什么陈宗燕 以前曾经在党控制 最严格的疫情期间 上午要开个记者会 是辟谣记者会 下午再开疫情记者会 结果辟谣记者会 没开个几次之后就发现 你讲的东西我们怎么从来没看过 那个谣言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连网站 根本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 就有人可以把他的东西 贴出来之后说你看太可恶了 假网站假谣言 你怎么连得上去呢 是不是人家做好之后 马上跟你讲 我觉得讲白了 搞不好反串都有可能 不是他们现在澄清那些谣言 已经到了连狗也不信的境界 我要特别讲 什么样子 要什么样子有正常尝试的人 看到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深日宴会上大打出手 这个东西你会信 你传出去就被人家笑笨好不好 然后结果我们的政府 非常严正的跟大家讲 这不是真的 你废话 谁会相信这个真的 就你觉得这是真的 那正常人不会相信 那你为什么要屁这个谣 就是因为政府没事干 他想要营造一个气氛 说第五众队都来了 高宏安当年被打的时候 划三条第五众队的线到高宏安身上 说他去破坏台积电 我想高宏安创纪录变成15众队 三个第五众队加在后面 加起来15众队 我觉得不要再用假消息来骗人 李秉穎当年还说 这个BNT快过期了 陈之中还说BNT在深圳分装 是不是假消息 是嘛 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要团结团结 我这样讲 我还是要说 民进党只有在快要输的时候 才跟你喊团结 那你把我戳得已经满身四栋了 然后为什么我要跟你团结 只因为你快输了吗 那我觉得讲坦白了 对民进党而言 他们没有为了胜选 会做不出来的手段 所以创造自己的假新闻 创造蠢到极点 你不用更正 就没有人会相信的假新闻 都是他们很擅长的东西 营造好你被假新闻还造 请问你去市场的时候 摊犯跟你讲说外星人入侵 你会信吗 你不会信 可能会总统府发新闻稿 但总统府会特别发新闻稿 澄清没有外星人入侵这件事 没有蔡英文被外星人寄身这件事情 我觉得讲到这里 就是台湾民主 现在真正的岌岌可危 把时间有志 我觉得今天这题 今天浅秋后面这都是财经题 我知道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真的有点困难 可是这就是我们存在目的 你自己看 所有资讯不对等 包括劳退基金 往前推 为什么劳退基金 市大基金要进去互盘 我们的股市现在不行 股市为什么不行 来自于台币的出脱 出逃 然后台积电 因为之前的一些晶片法案 然后大家看虽 整个台积电下一波应该可以出货的程度 包括大陆连电话都不能打 结果刚刚我讲的以上谁造成的 不就是蔡英文政府 现在所有的政策造成的吗 未来还有通膨的指数影响 所有东西都造成股市下跌 股市下跌都是因为你的政策 结果你苏贞昌 再拿劳退基金我们的钱 再去补你的股市 让你的选民们觉得说 我股市没有赔那么多 然后这一句话 也没亏那么多 讲给谁听 讲给这些这两天 正在要干狗这些政府的人 你看没有亏那么多 有有 对 我本来要亏500万 现在只亏300万 没那么多 还是亏 我觉得这个资讯不对等到 它只能操控资讯 让我们以为说 大政府对我们有为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你自己在看 连那个饭店的劳工 你知道104这两天 已经拼命的一直在开会 因为饭店真的很缺 这个都是跟水果 跟青菜价格要下跌一样 两三个月前 你要开放边境时间 都可以知道的 不是 随便都可以用的人力 是 他是要经过训练的 你劳朗部长一句话 因为薪水很低 推给谁 推给资方 因为资方少 你比例资方跟劳方的比例 是1比9 我干嘛要你的10%的票 我要90% 然后跟你讲说 因为薪水不够 薪水低 谁的错 老板的错 你们怪老板 不用怪我们 然后所有人都去怪老板 可是你把所有薪资结构 跟饭店这么久没赚钱了 观光政策在哪里 在哪里 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 你补助下来了没有 或者是疏解了没有 甚至是高龄就业 可不可以另辟蹊径 全部不做 然后就推给老板 结果就是新的结果 就是如此了 兵哥 我觉得苏贞昌他当时是听了旁边那个人跟他讲什么 说其实没有亏那么多 是不是旁边那个人又给他一个奇怪的数据 显示比较低 那不管今天是3000也好 2000也好 各位TBS新闻大白话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画面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 对准QR Code 扫描下载之后 您就可以一手掌握TBS新闻 跟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更多的时事 议题的讨论 深入的讨论 马上锁定新闻大白话 对准QR Code